学生们大家好,在我们鸡打这种距离稍微远一点的目标的时候,因为皮鸡动能有限 因为你平时的后手定位,你需要无限的抬高你的前手 去找你的抛物线,去找你的点 有可能撑头会遮挡住目标,甚至和目标有一个比较大的趋点 这个时候呢,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降低后手定位 把弹道调上去,你的弹弓点和目标会比较接近 学生们,传统工,抱个火机 双击关注,感谢啊 2毫米的钢猪,打两个车上的小瓶啊 再打一个啊 打个瓶盖啊 今天打一个大目标啊 下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